这家伙从窝里边刚掏出来 实在太脏了 他这个吃奶吃的 这个地方吊上全都是奶 估计毛的长不出来了 估计特别的脏 浑身长满了这个满虫和细菌 所以打算先给他洗下澡 不知道在这里头洗澡 他会不会听话 放点水慢慢的去淹没了他 我们看一下这个水越来越高 这也是为了他好 因为他这个树南堵塞的 这里不长毛了 我们看一下他现在洗澡 还是非常的乖的 这时候我给他放点这个 然后一会儿呢 给他弄弄这些满虫 这些细菌的 洗完了 我拿个启风机 看看这个下面是不是不长毛 还是怎么回事 吹到了九层干的时候 这个下面的毛好多了 唯独的情况下 就是秃脑头 然后这个满虫细菌 肯定也是特别多的 我们平时玩的话 手上去抓东西吃给自己的话 也是非常的不好的 这时候我可以拿这个喷喷 给他喷两下 拿这个特制的秃脑头 给他抹抹 希望他后期能把这个头发给长上来 掏出来后续的话 主要教大家如何去训练 咱们这个小鹦鹉 这时候我们这个保温箱 给他保值到33度至32度就可以了 那视频到这里 大家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